三更半夜乱晃什么呀 师父婚文淑呢 不是师父让你来接我的吗 接你 山姐姐 我见过那个人 她是内院杂役 原来她是师父的人 我来了 师父呢 你和燕鬼什么关系 关你屁事啊 傻小子 快走 山姐姐 快走啊 臭丫头 小姐姐 成岭 别碰我 成岭 走 怎么样 搜的没有 没有 去那边搜 好 那边去几个 我们去那边 好 温公子 失离了 我们在缩捕一个贼人 不知温公子 有没有看到一个男人 他手抱着琵琶 也可能没抱琵琶 你说的是媚举琴松 太好了 公子识得此人 识这样的 他和另外一个贼人 掳走我们张成岭的小公子 不过我们已经让城主 全城封锁了 还望温公子帮忙 我劝你 识识悟悉 把琉璃甲的下落 给我说出来 免得 受皮肉之苦 你 你 你 男人婆 你怎么这么不懂得 怜香惜玉呢 这般奶乎乎的小哥哥 皮肉受了苦 可就不俊了 小哥哥 你身子难受吗 要不要我帮你吃一下 哪里的臭女人 别碰我 我就碰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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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娘的 这群小狗跟得可真紧 那三个家伙 怎么迟迟不来接应 你的同伙 把人掳去哪里了 你是自己说 还是让我把答案 炸出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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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哥 现在肯说了吗 啊 你杀了我吧 不把琉璃甲交出来 你还想死 小宝贝 杀了你是便宜你了 姐姐我有一百种法子 比杀了你更加的小狠 你有完没完 臭梯子 主人可没有耐心 等你把一百种方法逐个施展 这小子看着焦滴滴的 骨头还挺硬 碧姑奶奶使出真正的手段来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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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了吗 我说 刘伦夏的 刘伦夏 你说什么 你们还有什么抓住 都使出来呀 看我好不好的处 我爹地是镜湖大侠张月森 他没有一个儿子是哪我种 来者何人 竟敢与我四大刺客为敌 一帮臭蝎子 也配知道老子的性命 你知道毒蝎 知道 老子是你祖宗 师父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老秦呢 我他娘的没找到老秦 就该死的丁上 不行 我无力就好 许得速斩速决 这小子怎么在这儿啊 别废话了 先逮了他再说 师父 伟叔 何人赏你 温叔 他们劫了我出来 还打伤了师父 不必恋着 带成林走要紧 不行 伤你者 我定将他们碎尸万段 走 师父 温叔 你们都来救我了 湘姐姐果然没骗我 你们都没丢下我 傻小子 你叫我温叔 又叫他师父 岂不是显得我比他小 难道我不比你大 四大刺客那么折磨你 你都没哭 怎么见到我们反而这样 好了 好了 像个男子汉一样 他们折磨我 我宁死不去 只有见了你们我才 师父 温叔 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们说 刘历甲就在我身上 我爹当时情急 只好隔开我的肚子 把这御甲藏了进来 伤口愈合了 他就一直藏在我身上 我现在就剖给你 傻小子 我收过我要他吗 傻小子 急什么 话要慢慢说 人要慢慢平 你爹爹如此小心谨慎 他定是猜到了 就算老李平安将你护送到 五湖盟那几个兄弟手上 也免不了重重搜紧 看来 他早就对那几个结义兄弟 失去了信任 是 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反目多年了 你可知 他和这几个兄弟为何反目 我知道 他给了我一封信 信呢 我 我 藏在那个破庙佛像脚下了 还以为你是个傻小子 没想到还挺有心机的 当时的情景 你还能把东西藏了 我爹爹说 这封信除了收信者之外 不可落在任何人手中 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并假托节手师 把它藏了起来 成岭 你是真心诚意 想要拜我为师吗 是的 师父 你我萍水相逢 得盟军如此信任 唯有以赤城相望 不过你先听我说完 我到底是谁 在座决定不止 我真名叫做周子舒 是四季山庄本代庄主 也是山庄最后一人 上一代庄主 秦淮章是我的授业恩师 本门曾以四季花长在 九州市境之 享誉江湖 可如今江湖上 已经没有几个人 知道四季山庄这个名字了 全都因我一念之差 周某半生飘零 做过违心之事 杀过违心之人 本想着浪迹天涯 随死即买 想不到老天 对我周某的命运 原来另有安排 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 还愿意拜我为师吗 我愿意 我当然愿意 师父 不管你要不要我 我心里早就认定 你就是我的师父 还不赶快把生米煮成熟饭 磕头啊 快点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好 你入门之后 便是本门第六代狄传弟子 刺激山庄的家徒如你 传承不绝 为师 为师我 很是欢喜啊 谢谢师父 师父 我也很欢喜 特别特别欢喜 我才去看我的 没人 没人 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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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